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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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弟兄姐妹們平安 感謝主 今天我們 又迎來了一個新的主日 我們一起來 向我們的主獻上我們的敬拜 感恩和禱告 創造萬有的獨一真神 耶和華 我們敬拜你 因為你不但創造全地 更賜我們生命的氣息 讓我們成了有靈的活人 你是大能的神 你是公義的神 你更是滿有怜悯慈愛的神 當人類始如犯罪 走向了死亡的道路 神女卻眷顧怜悯我們 當我們還軟弱悖逆的時候 你就差遣你獨生的兒子 耶穌基督 降悲為人 來到世間 背負了我們眾人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流血犧牲 做成了救贖的大功 何等奇妙恩典 我們這些罪人 因著這十字架上的救恩 因著基督耶穌的保血和舍身 有了你所賜給我們的信心 我們就可以因信稱義 做你神國的兒子 不治死亡 反得永生 主啊今天我們要敬拜你 求你的靈與我們同在 你安靜我們的心 讓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從心裡 來真誠地 來仰望 來敬拜 來歌頌 讚美你 來謙卑地領受你的話語 讓我們的生命 與你的生命相連 三位一提的獨一真神啊 我們要歌頌讚美你 我們的天父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與我們同在 保守帶領我們的聖靈 我們要愛我們的主 我們要遵行主的訓會 因為我們求主更新我們的心意 我們求主讓我們活出 耶穌的樣式 好讓我們所行的 與我們所得的恩相配 讓我們能夠活出一個 容神益人的新的生命 我們要傳講福音 我們要在每天的生活工作中 為主做美好的見證 成為傳講真理 傳播神的大愛的器皿 今天我們的敬拜 我們的感恩 我們的禱告 我們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裡 求主你的聖靈與我們同在 感動帶領我們 以上禱告 奉主耶穌保歸的聖名 Amen 現在是特別的報告 有每日的靈良的學習 聖經的學習 我們可以到教會的 這個前台的桌子上領取 另外就是聖碑 每日的讀經小冊也已經準備好 請大家來教會領取 或在網上下載 另外就是關於 在我們教會二樓的 托兒所的事情 還有餘味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盡快來報名參加 今天的宣昭經文 詩篇104篇 耶和華 你所造的真是眾多 他們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全地充滿你所造的東西 那裡有海 又大又廣 海裡有無數的活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裡有船隻往來航行 有你所造的大魚 在海裡嬉戏 這些活物都仰望你 仰望你按時賜給他們食物 你賜給他們 他們就捨取 你張開你的手 他們就飽享美物 你向他們掩面 他們就驚慌 你收回他們的氣息 他們就死亡 歸回尘土 你發出你的靈 萬物就被造成 你也使地面更換一星 願耶和華的榮耀存到永遠 願耶和華喜悅他自己所做的 他注視大地 地就震動 他觸摸群山 山就冒煙 我一生要向耶和華歌唱 我還在世的時候 我要向我的上帝歌頌 願我的默想蒙他喜悅 我要因耶和華歡喜 願罪人從世上滅絕 也不再有惡人存在 我的心啊 你要稱誦耶和華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現在是唱詩敬拜的時間 有一位神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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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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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 Uncle moth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恩丰富奇妙 主恩殿和灯美好 你海深也必闪掉 过去的现在和未来 主恩丰富奇妙 主地恩殿大大小小 主地恩殿从头到脚 白白的脉搏的万条 感谢永处如浪潮 主地恩殿大大小小 主地恩殿从头到脚 白白的脉搏的万条 感谢永处如浪潮 Lalala我要赞美 Lalala我还要赞美 Lalala我一生赞美 一生要来赞美主 主地恩殿大大小小 主地恩殿从头到脚 白白白的脉搏的万条 感谢永处如浪潮 主地恩殿大大小小 主地恩殿从头到脚 白白的脉搏的万条 感谢永处如浪潮 如浪潮 主恩殿和灯美好 比海深也比山高 过去现在的未来 主恩仿佛奇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的恩殿 感谢主的恩殿就是这么奇妙 比海深 比山高 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座位上 为主恩来感恩 我们亲爱的主 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 你都听到 我们经历你的恩典 我们蒙恩 所以我们要感恩 我们感恩 所以我们要报恩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一批蒙恩的百姓 可以成为见证主恩的良民 现在你的百姓 预备心要聆听主话 求主把今天的灵粮 赐给我们 奉祝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主话 路加福音 上周讲到第八章二十一节 今天继续从第二十二节 讲到第三十九节 经文里面如此说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他对他们说 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吧 他们就开了船 船行的时候 他睡着了 海上忽然起了狂风 他们全身湿透 非常危险 门徒起来 叫醒耶稣说 主啊 主啊 我们没命了 他醒过来 斥责风浪 风浪就仔细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 他们又惧怕 又稀奇 彼此说 这到底是谁啊 他吩咐风浪 连风浪也听从他 传到了 哥利生人的地区 正在 正在 加利利 的对面 耶稣和他的门徒 上船 过加利利海 这是耶稣 时代的地图 下面 是犹太神 上面 有 撒玛利亚 再往上 有加利利 黑色的就是 耶路撒冷 就是他们的首都 你看 加利利那一带 有一部分 是加利利海 就是在 这个部分 今天的 这个 记录呢 两件事 是发生 在这个地区 加利利海 就是这个 如果把加利利海 分成两边 有 东边 有西边 耶稣应该差不多 是从 提比利亚 开船 以后呢 不知道是 往上面 那个黑点 或者下面 那个紫色的 那一带 这个地方 是 哥拉 深 的地方 耶稣 在船上 睡觉了 耶稣 很累 他不想 走路 到对面 他说我们 坐船 船上 没有 大众 船上 耶稣 可以暂时 不讲道 暂时停止 这个 医治赶鬼的 事工 以后 他可以 安静下来 耶稣 睡觉了 忽然间 光风来了 圣经说 他们都湿透了 就是说 这个浪 非常大 船上 有一些是渔夫 但是大多数 不是渔夫 大家都害怕了 以后 赶快叫 耶稣 说什么呢 说 主啊 主啊 我们完蛋了 赶快救我们 这个意思 耶稣 就叫 风 都平静了 门徒们 就自己 问 这到底是什么人 连风浪 也听从他 到底是怎么样 的一个人 风没有耳朵 浪没有耳朵 风不会听人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讲 他不管 浪没有耳朵 不会听人的声 你可以讲 他不管 这个人 讲 风会听 浪会听 到底是什么人 这个人 很伟大 这个人 不是一般人 这个人 是我们的老师 耶稣 感谢主 祂和我们 在船上 耶稣说 是的 你在船 我在船 我们都在 这一张船上面 但是你的信心 在哪里 你有我 你没有信心 有什么用呢 你和我的关系 就是这个 你相信我 你跟随我 你听我 你服从 我的吩咐 你对我有信 但是我问你 你有我在你的船 但是你的信心 不在 你在 我在 那是好事 但是更重要的 是你 信 我 你们的信心 在哪里 我们最近在看 《路加福音》 过去几周 所讲的 有几次提到信 有一次 耶稣到西门 这个法利塞人的家 去做席吃饭 有一个犯罪的女人来了 流泪在耶稣脚上 用头发把它擦干 那我问你 世界有什么人 用头发擦干人的脚 用头发是没用的 当然是没用的 但是在那个时代 一般的妇女 她们头都是要蒙起来的 所以那块布 等于是她头发的一部分 她不好意思用她的衣裙 她用她头这一块布 就等于是她的头发 来擦干 泪在耶稣脚上 耶稣告诉西门 说我到你的家来 你没有给我水来洗脚 你看这个夫人 她用泪 用她的头发 来服侍我 耶稣就告诉这个女人说 你的罪得赦免了 哇 这个法利赛人 这个主人的朋友 应该也是法利赛人 大家都跳起来了 什么人敢你这么大胆 可以报告人罪得赦 摩西不敢讲这种话 以赛亚伟大的先知 不敢讲这种话 撒木尔不敢讲这种话 你是谁啊 可以说你的罪得赦免了 耶稣告诉这个犯罪的妇女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地去吧 他有信 另外一次是耶稣到加百龙去 有一个君长 他是一个罗马人 他的奴仆病了快要死了 他就拜托一些犹太人 去求耶稣求情 来救救他的仆人吧 这个人对我们恩情很大 你应该帮他 耶稣就同意了 在路上还没有到病人的家 这个白夫长又派了朋友来说 老师老师你不用来 你讲一句话就够了 你说医治 他必定会好的 耶稣说 哇 这种信心我在以色列地 从来没见过 信 犯罪的夫人 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你的信的内容 对了 你信我 这个白夫长 耶稣说 哇 何等伟大的信心 他是一个罗马人 这个妇女是一个犯罪的妇女 这十二个人是门徒 犯罪的妇女有信 罗马军官有信 十二个门徒 耶稣说 你们没有信 你的信在哪里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学习一个人生的功课 也是一个属灵的功课 不要失去对主的信靠 别失去对主的信靠 有主在我们船上 我们是蒙恩的 因为主比海大 主比风大 主比浪大 主比我们人生的难题大 主比疫情大 主比一切都大 感谢主 他在你我的船上 但是你要信靠 已经有主了 你可以交托主 我可以交托主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失去 对船上的救主 船上的耶稣 我可以交托主 的信靠 耶稣说 你们的信 在哪里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但是你们的信 在哪里 可能今天主 也是问我们 我在你的船上 自从你接受我 做你的主 做你的救主那一天 我就和你同船 我们一起经过 人生的大海 有时候 没有风 没有浪 很平静 有时候 有风 有浪 不平静 但是不管 风浪 有没有 我在船上 但是不要失去 你对我的信靠 求主帮助我们 不管你今天 面对什么考验 面对什么困难 面对什么问题 面对什么挑战 你要知道 主在你的船上 但是不要失去 你对主的信靠 你要把你的重担 带到主面前 说主啊 主啊 我快要沉了 主啊 主啊 帮个忙吧 主啊 主啊 救我吧 开出路吧 耶稣在船上 我们要有信靠的心 耶稣问门徒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今天他也问你和我 你的信心在哪里 要信靠 要交托 要信靠 要放下 要信靠 要全心 信靠 船到了哥拉森人的地区 正在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一上岸 就有城里一个被鬼负责的人 迎面而来 这个人已经很久不穿衣服了 不住在家里了 只住在坟墓里 他一见耶稣 就浮浮喊叫 大声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啊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求你不要使我受苦啊 因为耶稣已经吩咐 这物灵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物灵 层次 抓住那个人 那人被铁链 和脚链 捆锁 而且有人 看管 他竟 折断了 这个锁链 被鬼赶入 旷野 去了 这个鬼赋的人 非常可怕 第一 他不穿衣服 你会感觉怎么样 如果有一个人 忽然间到你面前 不是一个小孩 不是两岁的小孩 没有穿衣服 你会感觉怎么样 我们吓死了 你会不会请他到你家去 不会啊 小孩不穿衣服 是说 他冲凉 妈妈还没有给他穿衣服 他就跑出来了 大成人 这个很不正常啊 是神经病吗 但是这个人 不断不穿衣服 有人把他用锁链 捆绑起来 他可以把这些锁链 全部折断 正断 以后怎么样 又自由了 可以自由跑 自由动作了 他就跑到旷野去 旷野是没有人的地方 他就跑到坟墓那边 住在那边 那边是死人的地方 为什么 圣经说 他已经好久 不住在家里了 什么人敢让这种人 来住在他家 连他自己的亲人 都吓死了 第一 不穿衣服 第二 比铁链还强啊 会不会打破我的大门 打破我的墙 打破我的桌子 又打我 和我的家人 没有人 没有人敢接待这种人 大家都很惧怕 这个人 但是这个人 你看见耶稣的时候 圣经说 他就伏在地上 连抵抗都不敢 第一 就是投降 至高 上帝的儿子 耶稣 他知道 不是其他小神明 是至高 那个至高 只有一位最高的 上帝的儿子 耶稣 你不是一般的先知 你不是一般的拉比 你不是一般的政治 宗教 社会领导人 你是至高 上帝的儿子 我和你什么相关 我有没有得罪你 我没有骂过你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大家都怕 这个鬼妇的人 但是鬼妇的人 怕耶稣 耶稣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群 因为进到那人里面的鬼 很多 他们求耶稣 不要赶他们进入无底坑 那里有一大群猪 正在山上吃东西 他们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群 耶稣准许了 鬼就从那人身上出来 进入猪群 猪群就从山崖跳下去 掉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人 看见所发生的事 就逃跑了 到城和各村乡 把这事传开 众人就出来看 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耶稣在那里 看到鬼已经离开的那个人 穿着衣服 神智清醒 坐在耶稣脚前 他们就害怕了 当时看见的人 把那被鬼附过的人 怎么样得到医治 说给他们听了 哥拉森一带的人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因为他们大大惧怕 他就上船 回去了 这些人来到耶稣面前了 听到报告了 放出的人说 有事了 来了 听见大家的报告 看见这个他们 以前最怕的那个人 现在 穿上衣服 和我们一样 神智清醒 和我们一样 坐在耶稣脚前 和我们不一样 坐在耶稣脚前 这么乖 听耶稣 他们就害怕了 害怕什么 你所怕的人 现在正常了 你所怕的人 现在身上没鬼了 你怕什么 他们不但怕 还做了什么 圣经说 哥拉 深一带的人 都求耶稣 离开他们 你们的问题 什么人解决 你不能 医好的这个人 什么人医治 你不能 释放的这个人 什么人释放 你应该说 感谢耶稣 来到我们这个地区 请你就在这边居住 不要离开 我们这边 还有很多的病人 以后可能还有人 身上会被附着 我们很欢迎你 留在我们当中吧 应该是这样 他们很怕 为什么 因为耶稣一来 带来这么大的 经济损失 我们是养猪的 这个猪不是一头两头 很多的猪全部完了 这是很大的损失 猪 犹太人不是不吃猪肉吗 不可以养猪 不能去摸猪吗 是的 但是耶稣已经过海了 他已经到 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 离开加利利了 加利利是犹太人的地方 但是对面 哥拉圣 不是犹太人的地方 是外邦人的地方 他们可以养猪 他们可以卖猪 他们可以吃猪肉 这是我们的经济 哎呀 哎呀 耶稣啊 你来叫我们破产了 请你离开吧 这是他们人生 这是哥拉圣历史最大的错误 请耶稣离开 我们要记得 千万不能叫耶稣离开 耶稣已经来了 交托给他 耶稣已经在传了 不要请他离开 我来处理 我有经历 我有学问 我有才干 我过去解决了 解决了 解决了 什么事 困难的事 小事 困难的事 大事 我都可以解决 哥拉圣最大的错误 救主到他们当中 真光临到他们当中 他们说 请你离开吧 因为我们的经济比你重要 我们的生活比你重要 请你离开吧 相反的 有另外一个反应 鬼已经离开的 那个人求耶稣 要跟他在一起 但耶稣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俗说上帝为你做了 怎样的事 他就走遍全城 不只是他家 邻居也去 另外一条街也去 他到处整个城市他去 传讲耶稣为他做了 怎样的事 这个人要跟随耶稣 和他的同乡完全的相反 他们是说 你离开 离开 远离我们 这个人是说 主啊 不要离开 不要离开 若是你要离开 允许我 跟你吧 我不想远离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你是我的恩人 我要跟你 耶稣说 好 耶稣也说 不行 什么是好呢 你要跟随我 我明白 你要献身给我 你要离开你的家人 你要离开你的亲人 你要离开你这个外邦人的城市 和我回去加利利 讲犹太人的话 你听不懂的 这个外地 陌生的地方 你要跟我去 我知道 你要献心 献身给我 这个我接受 但是 我不想 你的脚 跟着我 我希望 你的脚 可以走回你的家 你的心 借着你的口 把你所经历的恩典 报告给大家知道 那也是献身 献心 不要跟随我 回去报告 他们不给我讲道 你替我做见证 这个人就回去了 不只是到他家 每一家他都去 每一条街他都去 因为他知道 他已经蒙厚恩了 因为他知道 耶稣要他做的是什么呢 俗说 说蒙厚恩 我们最近 在另外一个聚会 讲到这个传福音的事工 所以在小组里面 有人和大家一起分享 说什么呢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开始有福音的御工 什么是福音御工呢 比如说 我告诉一个朋友说 你刚从中国到加拿大来 有没有听耶稣 他说耶稣这个名字听过 但是其他没什么印象 我说你知不知道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说是吗 我说是 因为圣经说 上帝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那个就是耶稣 这个人说 我不相信有上帝 所以在他的脑里面 他听见我说 因为上帝爱世人 但是他的脑 把它翻译出来是说 那个不存在的爱世人 耶稣是谁 那个不存在的儿子 那个不存在的上帝的儿子 讲不通 不相信上帝存在 所以退一步 还没有讲耶稣圣旨的时候 先讲圣父上帝的存在 这个讲通了 就可以再讲 这叫福音御工 相信上帝存在 还没得救 那不是十字架 但是不相信上帝同在 就不能明白 十字架是上帝的爱 所以讲了 这个讲完了 讲完了 福音御工做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福音的信息 比较全面地讲给他听 讲到罪 讲到十字架 讲到赦罪 讲到生命 讲到永生 哇 他知道了 他说好 我要信耶稣 所以我们就带领这个朋友 做一个绝制信主的祷告 有时候我们简称绝制祷告 绝制祷告后我们就说 哎呀 现在主成为你的救主了 我们一样了 我们要守主日 我们要去敬拜主 同时我们主日敬拜的时候 可以学习主的话 耶稣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应该明白主耶稣的教训 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教训 来生活 来我们一起来敬拜 一起来查经 一起来聚会 他就来了 那就是慢慢在培养 一个人的灵性 那请问这四部 这个人 耶稣叫他做什么呢 对了 耶稣说 你不需要讲罪的道理 这还不是时间 你就先讲 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 讲耶稣在你身上做了什么 你所经历的 你去讲 你没有经历的 暂时不用讲 你不知道的 那个复印内容 还没听清楚 请你不要讲 不要乱讲 你就先讲 主怎么样在你身上 施恩 你就讲这个 好吗 个人的见证 每一个基督徒 都要好好预备 自己得救的见证 最好把它写下来 以后呢 熟悉 以后可以藏在 这个手机的里面 有时候再等人 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温习 每一个基督徒 随时可以做 自己得救的见证 我还没信主的时候 怎么样 我是怎么样信主 信主之后怎么样 很简单 三步 我得救的见证 那是复印事工 因为这是我和我的主 讲到复印是说 你 这个还没信主的人 和主 你要有关系 还是没有关系 如果要有关系 我们做决志祷告 这个人做了复印事工 复印御工 那请问 有什么人 四个都把它做完 很难 是的 因为这样 有时候上帝 用一个人 做复印御工 两年后 又派另外一个人 做复印御工 一年后 再派一个人 做复印信息 传达的事工 带领那个人 信耶稣 圣经说 杀种的 和收割的 一起洗了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 他们 所做的工作 内容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使命 只有一个 因为他们的救主 只有一个 因为十字架 只有一个 因为设罪之道 只有一条 是的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配搭 所以你就按照 主给你的感动 那个时候 有多少 就讲多少 以后多一些 可以多讲一些 什么时候知道 我要做什么 要讲什么呢 我们信徒配搭 不是忙忙着在配搭 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 我们在配搭 但是我们知道在配搭 因为我们好像一个诗般 指挥只有一个 诗歌只有一首 十字架的诗歌 圣灵感动这个人 时间是对的 不会错 圣灵感动这个人 要讲的是该讲的 不是不该讲的 圣灵在带领一个人 后来杀种的 收歌的 做复印御工的 讲复印信息的 带领人做绝质祷告的 大家一起洗的 感谢主 圣灵指挥 我们配搭 这个人 耶稣说 你就去做复印御工 你去讲你的见证 那个就够了 以后 其他的工作 还有上帝国度里面 其他的成员 去继续地做 回去 俗说 所蒙厚恩 各位弟兄姐妹 你我也这样 回去 俗说 所蒙厚恩 如果你说 我不会讲 整篇复印信息 你讲你得救的见证 你讲主 听你祷告的见证 你讲主 如何保护你的 祷告的见证 你有什么 你就讲那个 耶稣说 你就说 上帝在你身上 所做的工作 不是还没做的 是做的工作 你就这样去 那就对了 感谢主 耶稣问那个鬼 说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群 他们就求耶稣 不要赶我们 进入无底坑啊 什么是无底坑啊 阿布索 在路加福音 没有解释 但是在罗马书 在启示录 有解释了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鬼魔的监牢 他们被关在那边 每一个鬼魔 都不想去那个地方 哎呀 这些鬼魔说 你是至高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把我们 关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不能在人间 继续做迫害 毁坏的工作了 我们不想去啊 他们都非常的怕 耶稣做了什么 耶稣把他们赶了出去 我们刚才讲到 耶稣去加摆龙的时候 有一个奴仆病了 耶稣处理这个问题 耶稣到哪印城去 有一个儿子是独生子 妈妈是寡妇 死了 耶稣处理那个事情 刚才看 耶稣和门徒 他们在加利利海上 碰到风 碰到浪 耶稣解决了 那个问题 现在看到什么呢 耶稣到哥拉森的地方 有鬼魔在那边 来压一个人 耶稣把这个问题 解决了 耶稣处理了什么 仆人 那个奴仆 是什么呢 是疾病 那个儿子 面对什么呢 是死亡 风浪是什么呢 耶稣吩咐 风浪 停止 那是自然 大自然 最后 是灵界 的挑战 耶稣在这边 他处理了 这些问题 是讲什么呢 什么人可以赶鬼 医生不能赶鬼 市长不能赶鬼 白夫长不能赶鬼 将军不能赶鬼 皇帝不能赶鬼 什么人可以赶鬼 第二 叫风浪平静 市长不行 省长不行 皇帝不行 什么人行 没有 是有耶稣 第三 人死了 叫他复活 医生不会 神医也不会 拉比也不会 祭司也不会 连大祭司都不会 耶稣会 医病呢 医病 医生会 耶稣医病不一样的 耶稣说什么 哇 这个白夫长 信心这么大 非常伟大 耶稣不去他家 耶稣不看病人 耶稣不摸摸 他的头 有没有发烧 耶稣不检查 他有没有咳嗽 有没有流鼻 都不管 他讲一句话就好了 有什么医生 可以做的 耶稣在这边 是什么呢 耶稣在这边 是叫我们看出 原来 他是大过疾病 他是大过死亡 他是大过自然 他是大过灵界 世上没有一个医生 世上没有一个将军 世上没有一个先知 可以做这些事 耶稣可以做这些事 你今天面对比规模更大的问题吗 比自然更大的能力吗 你要知道 耶稣大过一切 他在你的船上 他在我的船上 不要失去我们的信 信靠耶稣 要知道 他大过一切 会议师 耶稣你能 是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 一致上心安 耶稣你又 全民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唤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江湖风举浪平静 大能赦罪心深情 耶稣 唯有耶稣 你能 一致上心安 耶稣你又 全民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这旷旷旷旷旷平行 大能赦罪心深情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唤天地挽柔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像未必 家伙风举浪平静 大能� nest 最心深情 耶稣 不然 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长官天地 忽然愿意相比 耶稣 唯有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主今天 通过他的仆人向我们再次讲解 圣经关于耶稣斥责风浪 驱管污鬼的神迹 今天我们也在经历 这个COVID-19的瘟疫 我相信这也像是我们在经历一个风浪 我们与主同传 也求主让我们的信心 能够借着这个经历得到增长 得到坚固 现在我们一起为今天的信息 也为我们的奉献来献上感恩的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再次地感谢你 你是那创造万有的主 你是那可以斥责风浪 管理自然的主 你是那驱赶魔鬼 掌管一切的主 主我们今天 每个弟兄 每个姐妹 每个家庭 在这个瘟疫的过程中 也如同经历风浪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 有各自的软弱 我们求主 我们也感谢主 因为你与我们同传 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求主 你兼顾每个弟兄姐妹的信心 让我们因着这个经历 就更经历与主同在的喜乐 更知道主的慈爱 更明白主的真理 让我们的信心 因此得到造就 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奉献 恭恭敬敬地 仰望在恩主你的 世人台前 因为我们一切的所得 都来自你 我们感谢主 对我们的每天的供应 感谢主保守我们 每日的生活 今天我们的奉献 求主捷径 让我们怀着信心 乐意地奉献 蒙主悦纳 我们这样的祈求 感恩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只有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三一颂 祝你 一起领受主的恩福 但愿那个在我们船上的救主耶稣基督 保守你和我对他的信 但愿大能的父上帝 保守你我健康身体健康灵性也健康 但愿圣灵在你我心里面工作 当助你我常记得耶稣大过一切 如此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大家用一段时间来末导 末导之后教会还有一些事情要报告 那时请我们留意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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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